全世界历经两年九个月的疫情 各国都因疫情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政府已尽最大的努力 但是仍有国人在这场百年大疫里失去生命 在失去的生命之前 政府会尽情肃穆 谦卑以对 在家检讨 更加努力 避免汗事发生 希望疫情终能结束 国人能早日全面恢复正常生活 这几年来在蔡总统领导下 行政团队业已继续发表 国人团结努力下 我们有效抵御灰州珠瘟百年大汗 历史大汗 顺利完成事项公投 政府持续优化投资环境 办理水资源建设 强化电网任性 直接预财 染财 流财 政府掌握契机 让经贸大步向前迈进 目前已有大约30个国际大厂 来台设置演化中心 全力开创国家科技新布局 政府全面扩大 对国人的照顾 从小顾到老 联系七年调账基本工资 六年调账基本生活费 政府额外加花低收入 中低收入付的生活补助 降低通膨压力 现在育儿津贴已经调高到五千块 扩大不印证的补助 到年底 渴望诞生 近万民的新生宝宝 过去几十年做不到的斑斑油冷器 我们经一年半的辛苦 全国同步启用 长照预算 服务的据点 从七百处增加到一万一千处 而受惠的长辈长者 从十万人提高到四十万人 今天来完成了 荣一鸣三保一金 今年七月 我们更推出历史上最大规模 三百亿元的 中央扩大租金补贴专案 可以照顾高达五十万户的租屋主 对劳工 对全民的保障保护更加周延 日本已故前首相安倍晋三承收 台湾有势就是日本有势 也等于美日同盟有势 民主是台湾最大的力量 人权是世界共通的预言 台海安全是区域 和平繁荣的最大公约数 明年度的国防议算 创下历史新高 正代表我们捍卫国家主权 确保国家安全的决心 越来越多的国家及国际组织 以具体的行动对我表达支持 只要有希望有勇气有决心 一定能打造一个和平又繁荣的未来 这是美国众议院议长 Nancy Pelosi在访台时对台湾的赞美 台湾是我们的家 我们希望好家不只在 还要更好更稳 百年久远 让国家更强热 人民更幸福 台湾能获得更好的国际地位 继续冲继续拼 国家继续向前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